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公布的年度人权报告说 席卷整个中东地区的反独裁抗议 渴望在这个地区催生长久的民主社会 报告尖锐批评了中国、北韩、古巴和白俄罗斯等国家的人权记录 请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这份报告介绍的是2010年的人权状况 但是也提到了今年在中东和北非国家的民主抗议行动 报告说如果他们成功 该地区而且甚至整个世界的面貌都会有改观 克林顿国务卿说那些争取改革的人渴望得到美国的支持 他说 美国将支持寻求促进民主事业和人权的人 不论那些人生活在什么地方 我们也支持以和平的方式行使言论自由与集会自由权利的人 不论他们的表达方式是亲口讲述 在报刊上发表还是通过英特网传播 克林顿举出了人权阵线上三种令人担忧的趋向 包括大肆镇压公民社会团体和活动分子 通过限制网络 违反言论自由 以及歧视 包括男女同性恋者在内的少数弱势群体 克林顿不同寻常的详细抨击了 委内瑞拉和俄罗斯镇压公民社团的行为 另外他说2010年中国在人权方面显然呈逆转趋势 而今年的人权状况更为恶化 2月以来中国当局任意逮捕并且拘留了 为公众仗义直言的律师 作家 知识分子和活动分子 他说在这些事件中的最近一起 是杰出艺术家艾未未就在上个星期天遭到了拘留 这类拘留行动违背法制 我们敦促中国释放由于行使国际认可的言论自由权 而被拘留的所有那些人 并且尊重全体中国公民的基本人权自由 克林顿指出 有40个国家政府出于政治原因而限制网络自由 他点名缅甸和古巴是其中为首的国家 他还批评伊朗草塞处决了300多名人权倡导者和其他的一些人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